行政院文件会所属文化资产总管理处筹备处 为了推广文化资产保存的成果 并且建立全民文化资产预防性保存维护的观念 在5月30日举办 爱你一万年指质文物家具保存修护发表计言席会 台北发表会当日 文件会副主任委员张玉腾亲临现场主持 文化资产总管理处筹备处副主任施国龙也到场致辞 并由台南家具产业博物馆馆长叶泰青 讲述家具保存与维护的方法 文件会副主任委员张玉腾表示 在你万年里面有一段话是讲说 爱人像风中的花蕾这样 如果你不爱他的话他就会哭了 我想这样适合也是这样有巧思创意的一个名字 来谈谈说热食的维护 来给家具的维护 文字总管理处筹备处副主任施国龙表示 科学保存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一防性的保存科学 这个保存的观念 推广到这个社会大众 生活上最有关系的 就是死伤还有我们家具的保护 最重要的它也因应了 我们现在这个全球暖化 节约不远的这个意思 台南家具产业博物馆馆长叶泰青表示 没有我们想的这么难 要注意的就是说温度跟热度 因为这个湿度太高 它会蛀虫 所以你不能有湿度太高 你一定要吃湿 那比如说干度太多太大 那你一定要放过水 所以这个木材是一个活的东西 你不要以为它是死的 所以你要知道它 它也是会冬完下凉的 这次所发表的家具的维护与保存 以及拯救纸质文献 任是研究机构纸质文物保护的问题 两套光碟 是文资总管理处筹备处 为了提供给国内文物 典藏维护人员以及一般大众 对于家具及纸质保存的知识 希望能够提升台湾文物保存的品质 并且与国际相关技术接轨 文件会媒体公关组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